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妈我也比较能够吸引我了 因为毕竟他的这个三大佬加成实在是很诱人 新增加伤都无所谓了 主要是这个战役地图移动范围加15% 还有部队补人加10% 这两个数字都特别可观 然后呢 而且不仅是这样 配上他自己这个派系装攻的狂二指 这个可以进一步降低部队维持费并增加补员的 等于说补员又叠加上去了 然后他的特有建筑也是加补员 和减少重新部署成本的 然后这个补员就进一步的叠加 而且他还有两个特殊差势 这边一个可以增加公共秩序 也就是士族支持 然后还可以再进一步增加补员 这个军事差势 所以说他的补员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玩起来会非常非常的爽快 然后他的这两个特殊兵种 楚国步兵 这个是个没有盾的剑兵 所以说是应该是惧怕远程的 所以说他这个看上去有点类似于 元术的左阵军了 然后这个楚国毛手呢 也是一个没有盾的毛兵 当然他是肯定可以反制骑兵的 不过因为没盾嘛 怕远程 不过无所谓嘛 我们不用他一样是可以通关的 然后他还有这样一个 可以赏赐礼物的宫廷特殊行动 离心情益重 这个是直接送东西给手下来 进行他们的满意度的 这样又减少我们很多举小脸的功夫 这个如果手中有多东西的话 到时候可以试着用一下 然后两个显赫之人 这两个人呢 其实是史书上有真正记载的 他的庭城 应该都是大众脸传奇 然后看看他的初始位置 在上涌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知道不怎么能赚钱了 不过也没所谓了 因为我们主要是扩张嘛 其实这个位置真的是很好防守的 不过他初始位置应该是在 上港这一带 之前的那个 试书的视频里面已经有讲过 所以说呢 他可以直接 他可以不用回家 直接开始扩张进入西北 这个位置进入西北是非常的方便的 所以这个应该也就是我要走的一个战略路线 因为洛阳这个位置呢 一手难攻嘛 洛阳上港这位置一手难攻 同关嘛 而且南边 等于说司马良跟我一开始是敌对状态 这个是符合事实啊 不过还跟我中间隔着别人 所以应该也不需要太在意 然后这个禁帝国的张华 目前在张华的控制下 选项 难度这边我就用济南就好了 这个以免翻车嘛 第一次实验 好了 然后就开始吧 哎呀 他这个片头动画好像直接用的就是预告片里面的画面 只是这个背后多了一个 这个应该是假男风的生命 这个应该就是正将的生命吧 哎呀 这个剑魔跟恐龙一模一样 然后这就是我要选的司马尾了 看上去是个偷偷拿到统人呢 成都王 然后这个是司马轮 这个是司马九 司马永和剑王 还有常商王司马埃 然后这个也是司马埃 不过在历史上这个司马埃啊 死的真的是非常惨 好了 这个是司马轮手下的匈奴骑兵了 我等是否应当听令 这位匈奴巨章骑兵 诸侯众王是为黎明操生 我这段应该是反映这个司马埃真的是一个非常为国为民的忠臣吧 可是他死的真的是非常惨 他是被这个司马永的一个手下用火 抓到军民里用火火火烧死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年纪轻轻就这么惨的死掉了 确实很可惜 这个匈奴骑兵冲阵真的太爽了 多话虽然这样说了 其实我个人不太爱用骑兵 就是用久了之后会很疲劳 我比较懒嘛 还有这个东海王司马越 这个算是霸王之乱最后的一个赢家吧 虽然说其实霸王之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赢家 然后这个祸害天下的始作俑者贾南风 这是皇帝的老婆 不得已而为之 这听起来好贱好贱 好了 霸王之乱 A princess 해주 Christmas 武帝驾崩之后 晋朝江山说到武帝驾寺 武帝离后 禁朝江山传道 武帝之子惠帝首终 这个惠帝就是历史上挺有名的一个傻皇帝了 那个何不识肉米那句话 就是他说出来的 好像它的智力是真的有点问题的 这下不是被烧烂的状态 那这个跟历史是符合的 这个一开始这个司马尾确实是跟司马亮敌对的 不过在历史上他就在这个291年 刚刚弄死司马亮第二天 真的是第二天 就被贾后和傻皇帝给弄死了 所以其实是八文之乱当中 应该是死得最早的这两个人 司马亮和司马尾 近视封刃 我喜欢这个说法 好了开始了 这个一开始还是一如既往的惯例了 一开始我们要跟一个敌对势力的军队交战 而且一般都非常简单 不过这个成功的奖励呢 多了一个加三点一个阵营倾向实力 这个阵营倾向我上之前的节目也说过 就是左上角就四个不同的倾向嘛 这每个倾向会加派系的不同的能力 而且我们考虑到我们这个司马尾呀 他的这个狂热值现在还很低嘛 每回合是减实力倾向的 这个实力倾向呢 是跟招兵有关的 但是要狂热要是堆高了的话 这个每回合就会增加实力倾向 还会加很多跟战斗有关的数值 这里这个实力倾向本身呢 也是加全派系范围的战斗移动距离呀 补原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我们是一定要想办法朝实力倾向发展的 狂烈寒假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过了 我们这个三大佬的这个能力 笑得像一个傻孩子 哎呀 他这个对 他这个与所有派系的外交关系会减25 所以这个高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与天下为敌这个状态了 看一下我的庭神有哪些 现在就三个人 土匪流神 这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大众脸 然后他这个真有金甲 与是临终先鹤 没有见过 这个应该是这次游戏新加的护甲之一 然后这些特性看上去都是以前有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母系大众脸 骑士 哎呀 跟司马亮是敌手 这个是我自带的传奇听称 还有公孙宏 哎 这个不叫房石袍了吗 智者之场 而且也没有套装效果了 像 不过他的能力真的很高啊 哎呀 不会吧 天才 我难道开局就送了我一个天才 大家也知道这个天才特性 算是在游戏里最好的特性之一了 这个东西能够加你所在线 我方军队全体部队的弹药量 还可以捡敌方部队全体的弹药量 哇 他的这个称号也好厉害啊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传奇名将的配置嘛 这么多加成 还有任性 他插的也就是一个立会而已嘛 这就给他屁了个帽子 这也太不走心了 也不给人家一个真正的立会 先把它放在成像上 这个成像是已经解锁了的 一开始就解锁了 所以很方便 我这个五岁的儿子当储君 确实现在没什么用 然后这个看一下家谱 我的这个三弟 因为大哥是皇上嘛 我是老二 然后这个成都王司马也是四弟 长上王司马哀是三弟 这个都笑得跟孩子似的都很开心 然后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其他 其他另外一些派系的那种家谱 这都是些不认识的人 这都是谁啊 基本上 这个应该就是目前 把持朝政的张华 然后一大堆司马 司马司马司马 哎呀这个算是我的远方叔叔东海王司马月 特性 哎呀他的东西很好啊 护甲 哎呀 孙间的古电刀在他这 这个看上去 他看上去 这个穿着也是很酷炫的 现在就是我现在敌对的这个叔爷爷 两个叔爷爷 因为司马良和司马伦都是司马懿的儿子 这个他们都是一样的 传奇武士都自带金甲嘛 不过这个金甲现在好像可以扒了 司马良是真能撑 这些不认识的人就不看了 看一下我现在有哪些新人可以招 哎呀 天才 我一开局就被送了两个天才 要不要这么好啊 这个天才放在哪个属性的将领上都无所谓的 因为他是对权限有加成嘛 所以说火将也OK的 好了 然后我周围的敌人呢 除了我旁边这个魏冠那北边上党还有人 这好像是同一个人啊 然后洛阳都无城 十级居然十级 这十级为什么只有三个建筑呢 剩下还有三个曹呢 这个兵种这里也没有地系兵种啊 洛阳的守军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惠帝 惠帝在洛阳目前是被彰化控制 这里写了控制天子的人将会成为摄政王 这个呢就是这一代新加入的一个派系方向选择了 可以看到我目前是宗王 这个宗王和无名宗王上面写了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在这里等级试图占领皇都 可能会导致皇帝逃往其他派系 就等于说你民生低了 连傻皇帝都是不愿意跟你走的 傻皇帝都知道你是靠不住的 所以说 但是你如果到了文明宗王 达到这一等级会占领皇都 将会获得拥护与支持令你成为摄政王 所以我们只要达到宗王以上的等级 这里也是一样的 就可以 哎呀 达到中心宗王可以赢得战役 但如果不第一时间控制住皇都 就很难达到 然后呢 不过在控制皇帝的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称帝 自己称帝这边 声望是会加得比较多 然后摄政的声望加得比较少 但是摄政呢 与近帝国派系的关系 和小派系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然后当然我们当了中心宗王战役胜利后 还不行 要取得最后胜利还得 祭拜所有对手统一天下 就是还得把这剩下的七王都灭掉 或者是收掉才行 不过这个 目前只有司马亮和司马尹 我是能看到的 其他人都是黑的 就还没有解锁外交选项 嗯 哎呀 可以研究了 对 这一代的这个改革术呢 就直接变回了那个黄金派系 那样的一个改革卷轴 就是等于说 我们要先选一个研究 然后等一下回合 让他自己研究好 然后这个可以选的这个研究的数量 还是根据派系等级来的 你看达到中王时才能解锁第二排 第三排 第四排要到辅证中王 然后 看研发什么呢 常驻军营冲刷土壤 这前面的都是跟军队有关的 哎呀 这个是加贸易 加工业 两个工业 最后还有加商的 看看最下面一排 这个解锁了重装铁鞋 就等于说这种 哎呀 对嘛 对嘛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那个洛阳没有 洛阳没有第七品种 这个第七品种被改到 要放到改革卷轴里来研究了 这边还有青龙军 青龙军也是要研究这个 到跟之前的改革一样 然后中间这里还有四个 没有 圣旨 圣旨 这个名字也很好笑 奖姓修墓 好了 我第一回合学啥呢 我想我们应该还是会学这个 重新部署成本 珍墓费用 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很有利的 还可以解锁三个初级兵种 这个基本上就是符合我们这个派系的发展方向啊 就是去打人嘛 还解锁了三级的蒋武银线就可以修了 不过我估计目前我是没有钱和地方去修它的 看一看周围的这样一个态势 这样我们可以更方便的确定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外交战略发展方向 然后这个西南边呢 成都王这边非常好 跟我都是绿脸的 这样的话可以不用担心他们 然后周围呢 除了现在挨着我洛阳这个卫冠 好了 我们先来打一下仗 这个铁骑 我自带了两堆铁骑 不过一般说来 如果你不是玩骑兵流派这个带两堆就够了 这个楚国步兵 护甲是真的很高啊 不过受到远程攻击 克制这个 这个真的很气人 然后楚国毛兵 这也一样的护甲 这个还可以反骑 但是还是被远程克 还有个空心阵 我不知道这个是我的军师的呢 还是他自带的 这就是我的神军师天才 这个三级啥都没装 水系就这么高 这个水树纸确实很感人 好了 带的就是普通的民工啊 看看身上有什么东西 可以先给大家装一下 三大佬呢 还是尽量装一些这种 有全派系加成的 这种三大佬加成的东西 然后水系这边 能堆一点树纸就试一点吧 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暂时 这个技能树 他的火也好高啊 这个技能树 确实八王的技能树 是跟其他大众脸不一样的 他这个是从中间解锁的 然后他会木系的战绩 可以单挑巨怒 还会这个土系的森林冲锋天蕾 然后哎呀 这个太好了 这个是清兵神纪炎凤 然后智元 屈身他都有 作为火将 这是肯定的 不过他多了一点土系的东西 这个做三大佬很好了 这派系领袖土系的东西 其实多了 都很重 他这个技能树 就完全跟一般的大众脸一样 没什么好看的 现在这个第一场战斗 一般都特别简单 虽然他有援军 我还可以夜战一下 这样还援军也没法过来 这个憨怅大圣 自动战斗就好了 不过因为是第一场战斗嘛 我还是进去打一打 我估计也就是碾压了 大进必要毅力不倒 必要凡胜万事 为此 哪怕是手人血 行为在所不准 我一人无可忍 这个晚上就是把 我们的司马尾塑造成了 一个非常暴躁的人 好了 开始站着 对方就两个弓箭手了 这个我就把旗边拉到 左边来就好了 都其他人都根本不需要排阵了 这个直接冲出去砍就OK了 这个夜战到处都是灯笼 这个挺漂亮的 不过这个森林是有速度限制的 对我们会有速度上的一个简易 直接跑一跑不快 天呐 我们的司马尾居然骑着一匹奶牛马 奶牛马 这个穿的挺像张燕的 他这个打扮只是变成红色 哎呀卡住了 继续继续 我感觉司马尾自己一个人过去 就可以解决他们那边了 不过来都来了嘛 来都来了 这下雨的感觉其实很好啊 就是淋着雨 这边蜀王这个 虽然说我不爱用这种冰 但是这个重甲 甲是很漂亮 这个你察觉到也没用啊 你察觉到还是会死啊 这个打都没打就直接溃了呀 我司马尾过去他们就直接开始闪白了呀 这个难道是我身上的什么护甲的特性吗 我也没有用任何战技啊 也没有砍啊 我觉得我其他的士兵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力 这个森林本来就会减速嘛 大家就跑不过来 这个真的不需要思考任何东西 直接冲就好了 我自然是比较手残的一个人了 还是要 哎呀这样就赢了 这样就赢了 都没有给我用颜凤清兵的机会 所以这个非常的不舒服啊 你几乎那边后面的步兵部队 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到 冲一冲 最后清一下战场上的兵 让我放一个吧 放一个 让我清一波吧 看看 这打到了一个人 好了不闹了 就这样吧 就这样 我们走了 我应该是一个人都没有死吧 那队骑兵居然杀了128个人 诶我的弓箭手是什么时候杀的人 好了这个阵王果然就是零了 然后对狂热值应该也刷了 反正只要打赢杖都可以得嘛 狂热值 然后我现在应该是在第一竞 所以补给比较重要 来点补给吧 好的 第一个任务完成了 但是抵达下一等级还需要十来点 这个要到20点才能到下一个等级 哎呀 这个就是每个派系开始都会接到的这个皇后 也就对我而言就是我的大嫂的命令 他要命令我处理掉司马亮和卫冠在附近的盟友 然后我就要选择一下 到底走四种阵营倾向的哪一种 因为这个倾向这里会影响战役中发生的关键事件嘛 所以说这个应该就是决定了我之后走的路线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 我们这边司马尾就是要走实力路线 所以 对 我们就选实力路线就好了 这下皇后又给了我一个任务 攻陷并占领汝南铁矿 这里有一个十回合的一个正面buff 皇后青睐 但这个很尴尬了 因为我是要北上了 他叫我去打汝南司马亮那边 那就不是要变成我要跑到东南边去了吗 这个跟我目前想要做的事情完全是相反的呀 算了我们暂时先不管他 我们先把这边北上的安排先做好先 然后再说看看他干什么再说 得了点东西 就直接把山岗拿下吧 这个山岗 北边是黄河和山脉嘛 然后你的南边也是山 然后 敌人一般就准从东边过来 所以你特别好守 这个会作为以后我的西北大后方的一个前线据点 洛阳山岗 拿了洛阳之后就可以往长安进军了 其实我是本来应该去打大阵 但是因为大阵是个大臣嘛 我在想是不是绕下来去打玉矿会比较好一点 就不要先急着冲去大阵 因为他很有可能那边是有驻军的 我们现在一开始兵也不多嘛 然后先外交一下 看看 跟西边的这个司马迪他们关系能搞成怎样 好 侵犯 都可以 跟我关系好了 这很好了 这个能要一点钱就能要一点 然后 再跟司马迪签 2.7 这个真的可以要一点钱 就是每一回会有外交的话 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有这种 正面的一个选项可以选 他说不定就会给你钱 就说不定就可以要到钱 只要这个外交数值够高的话 好 好这边军事通行权再来一遍 0.7 能要到吗 50块都不给我 直接签 这很合理 然后 弟弟司马尔 1.0 有钱吗 还是50块都不给我 30 30 20 哎呀 30块也是钱 真令人愉悦 然后贸易协定 这个能签就签吧 但是尽量跟你近期不会打到的人 或者是不 不要跟你的友军是敌对的人来签 这个负0.1 请进 就给你50块好吗 哎呀 算了凑个整数吧 给你100块 进帝国嘛 你可是我大哥的帝国啊 这很合理 哎 这些和平就不用了 因为这些目前你怎样都需要一点敌人的 好 这回合 最后修个房子 住边房 哎 其实应该 陆阳上港 这个太贵了 2000亿 应该先拆试一番 然后哎 这里就是这个派系的特殊差事了 征召民兵 这个 但是他每回合狂热会减15点 所以这个只能游戏后期狂热只高一点 无处安放的时候拿来用在这个上面 因为这个 而且加我的实力倾向嘛 非常好 因为这个纯粹就是打仗用的征召民兵 大量加补员和减交兵费 然后这个 前线任务啦 奖赏 士族 这个就纯粹是后方任务了 加20点公共秩序嘛 这个DOC里面被称作 士族支持 这个就是公共秩序了 只是他不会被人口影响 所以还挺好的 然后加40全产值 这个也是后期后方有标赚钱的 郡可以去一下 然后还是让我的金将 我这个传奇金将去干活 他可以助攻 不过我们前期最好就是 督剑啦 因为修东西嘛 他这样督剑比较便宜 不过这个要等下回合才生效 所以我这回合 没有督剑加成 我就暂时先不修东西 留到下回合再来修 上岗实在是贵 而且这个洛阳啊 现在目前没有生他的必要啊 因为说不定一会就被敌人拿了什么的 下回合 好像没有什么人在干任何事情啊 给了我一个击败二支军队的一个任务 给了我一个狂日子 如果赢了会有狂日子的buff 我现在这个狂日子到第二格了吗 我看不出来耶 他到底有没有到第二格 看下这回合有什么新人 这个帽子真的 所以说他这个CAS所做的人物 大众脸地会的改动就是给人家 我还披了奇怪的帽子上去吗 这个太不用心了吧 我就直接披个怪帽子上去 反正没什么特别的 今天这武将尺里的武将身后带甲啊 这个其实是可以用钱招过来再把甲扒掉的 那我们先想办法把那个天才招出来 要去打人了吗 但是好贵啊 二千二 二千二的话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千九 下回合吧 我先是先给我军师招满先 这一次名字被改成霹雳车了我的投尸机 先把民工先招上 因为投尸机这个真的是养不起 哎呀我看到了什么 鲁骑兵 这是这一次的新兵种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鲁兵啊 这个高破甲 高允城 就是一个鲁兵加了个骑马的设定吧 真是太贵了 这个我是不要的 哎呀民工先来吧 这个投尸机有点养不起 这看看够不够钱 果然不够了 天才就下回合再说吧 然后我们应该走下面去先去打长安玉矿 因为 虽然说走上面下来的话 这样这样我上回合说的 这个东西长安很有可能那边有 有兵在把手 所以我走下面的话 先把鱁矿拿下来 再去打长安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这样的话呢 我补圆的时间也多一点 因为这个走上面这边国境线很快就出了 补不了圆 所以就顺着路走下来吧 这个小路走不远 但是幸好我这个司马尾还是有移动距离上的加成 好 这样这回合就补上就好了 这个都见的这个效果生效了 现在修住民房果然便宜了 九百九 赶快修上 这样我这回合应该没有什么要特别做的事情了吧 看看周围这帮人在干嘛 还是这应该养成一个习惯每个回合都看一下 说不定谁就要干什么 你看果然弟弟愿意跟我组联军 但是很尴尬 他现在在跟他北边这个司马迪打仗 就是两个跟我关系都很好 现在都签了军充 所以你最好不要跟其中一个搞这种联军 这样你跟另外一个的关系就会下去 所以暂时先不要 看看有什么人来 我自己身上这个带金甲的这个木匠 我很想把他的金甲给扒了 因为我实在是想把我的天才招出来 我想卖点钱好去 因为真的前妻啊 身上我自己什么装备啊护甲 基本上都是拿来卖钱用的 很高兴见到族下 看看弟弟 我弟弟没什么钱 很高兴见到族下 先看看他能收多少钱收吧 收我的破烂 三个 三个 这个12.9的可以要到多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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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八 一千八 其实挺低的 不过有一点酸一点嘛 我这样就可以把我的那个天才招出来啊 我这两个骑兵真的是好贵 哎 还是给他赶快换掉了 因为我这不是玩骑兵有吗 两对骑兵就足够了 最多以后再加一对那个刀盾骑用的砍 敌人都攻减手 这样还是没钱了呀 下回合吧 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哎呀 这有一个 虽然主攻减手 皇后经验 对啊 动更大 但其实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叫我去提高派系等级的这样一个任务 就我这边还还早呢 还有五十多点声望值才行 先等一等吧 哎呀 有武器了 不会吧 现在一级的助编坊就能给我出金武器了 这个助编坊的意义真的是体现出来了 大家要知道这些东西不但自己用好 最重要是可以卖钱了 我现在是没有钱去看这些新来的人的能力 先想个办法弄点钱 这东西给我肯定给老大型换上啊 所以可以卖但这个极品有点舍不得 然后把这东西给我的火系天才换上 这个福威贼 福威泽这个名字真的是太太随机了 好了 这个一定要站在国金县里面 好补元 因为我这边补元加成确实很厉害嘛 所以补元补元 要点钱要点钱 看一下禁帝国 毕竟是帝国嘛 能给多少钱 这是我从我那个木系大洞里身上扒下来的这个金甲 林中仙鹤 这也不能给我的天才穿啊 所以算了 还是拿去卖个禁帝国 没有如此甚善 看他能给多少 9.5 应该一两千吧 哎呀挺大方啊 再来再来再来 真的这个禁帝国就那么大方 以后东西就卖你了 我决定了 以后东西都卖给你 虽然是这金甲的三千多 这个真的算很大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钱把我们这个火系天才的这个不取给招满 因为还是首先来这个剑顿兵多来点吧 因为我还是需要一点可以扛远程的 这个几兵要不要来 哎呀我现在这个回合金已经付了 不过付59还是能承受的 那暂时就这样吧 就让他只付个59 洛阳还是修上港 太贵了不要 看看有没有什么假好的东西 可以身上东西可以扒的人 然后 还有没有那种东西特别好的 这些 这些特性也都很一般 你知道这每回合我必干的两件事情之一 一个就是来看一下人才市场里有没有什么天才之类的 或者身上带着好东西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去外交 这个黄姓是谁啊 互不侵犯条件 黄姓是谁啊 哦黄姓在这里 在这个我弟弟司马尹的南边 他就签呗 哎呀2.8我还可以要点签 这个前妻啊几百块也是钱啊 我方同意了 继续继续 很高兴与你见面 哎呀 这个真的是 再来三百块 下回合 他自己找上门来想我组联军 三十七块钱的也是拿得出手啊弟弟 但先拒绝 暂时拒绝 因为不想跟你北边那个把关系搞烂了 好了 这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下剧玉矿也是要两回合的 不过这个玉矿他的实力很低 这个没人其实我不需要补员也可以下去 对吗 你看这个 这个只有两对渡兵和一对骑兵 那我就直接下去了 不过这样他长安那一队也有可能会下来打我 不过长安那一队就算下来打我 他自己应该也是没有长安大镇的那个支援的 所以我看他人也不多 看看人 来一大堆 是没一个好特性 还干点什么好呢 这回合还有什么事情忘记了吗 嗯 对修东西 这里现在有3739 那就先随便修一个呗 这个也加上网 反正有都键效果在嘛 挺好的 还有东西可以卖吗 这个禁帝国禁帝国 很高兴见到族下 这给你 这个我好像可以装备 我自己身上是没有食品的 先只卖这个一个给你 2.0能要多少钱 你能给我多少钱 挺好的600块 还是挺大方的 你不计不计 嗯 装上大 这个加土的嘛 能对多少算多少 三大佬这个土系一定要高 一定要尽量堆一堆 这个司马良还在这 然后司马伦 我两个野 司马伦倒好跟我们是中立关系 这河东就是禁帝国了 司马迪 你什么时候能跟我弟弟停战啊 哎呀哎呀他下来了 他自己下来打我 血战险胜 这个血战险胜战存比有点高啊 这个这是逼得我这个懒人要进去手操 因为游戏前期补原慢嘛 所以 最好血战险胜这种情况 你最好手操一下 避免一下 这个帽子贴得太违和了 看来这个大雪天 先排一下 如果我 背后会有援军过来 所以我这个尽量往前面排 这个 因为最好我们是在赶在他援军来之前 先把正前放个敌人给搞得差不多 那就正常的边一边吧 我这些惧怕远程的近战兵 毛病还是放在两边 这个 这边四队可以扛远程的到时候先 正面冲的时候先走在前面去挡一下敌人的剑 这边再来一队 反正你骑兵从侧面跑过来的话 我就尽量用毛病去 对一下 如果这个队伍可是有两个天才啊 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全部开火箭 因为火箭主要是上士气嘛 最好留一半左右开普通的剑 然后剩下的一点点开火箭 这样去杀敌人的士气就可以了 开始吧 我赶快往前面冲 这个在援军来之前先去把前面那些人搞了 这个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雪地跑得慢 好吧 冲啊冲啊 无法单挑 不过其实说实话我本来也不爱单挑 单挑其实是很浪费战斗有效时间的 特别像我司马尾嘛 就是拿来清兵用的 会延缝 我为什么要去单挑 我普通战斗可以砍自己 我为什么要去单挑 就像当时玩吕布 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快快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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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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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一个按呗 反正因为我两个天才的加持下 对面应该弹药量会去的很快 还要冲一个 这是因为是极难难度的原因吗 这边几兵也不变正呢 这我直接就从侧面冲过去了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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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边还在很远的地方 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继续来 继续来 我的起兵现在基本上把后面的弓箭手搞得差不多了 这四对几兵可以先不用管 因为几兵对近战单位的伤害比较少 先让我的近战跟他在那里周旋 是的 你根本无力击败我 你根本无力击败我 你言辞粗鄙 我当原样凤还 不要留情 哎呀 他这个正面部队完全没有起兵 所以 一军士兵正在溃逃 所以打起来非常轻松 我的那个火系天才这边也已经平砍 快要把他的木匠给砍死了 火将平砍是真的很厉害的 火将不能拿去单挑 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思想跟玩游戏本传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说这个几兵就把屁股暴露给我冲 是为什么呢 这个不管什么兵哪 哪怕是反几兵的几兵 你反正屁股冲过去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不动了呀 他的几兵就傻掉了呀 这个时候重装铁铁铁 这样的这样一个速度优势在冲锋的时候 这个重量优势在冲锋的时候显示出来了 太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赶快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 我这个重步兵呢 跑的本来就慢 再加上是雪地 而且这个体力开始在慢慢消耗 你看我好像没有打开那个显示体力那个小腿 我这边这个已经完全就是一个围殴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我很多兵已经混在人群中无所适从 也没有人可以砍 我经常注意不到旁边的情况 好了这样我就完全可以专心地去迎接这个来的这些小波援军了 因为后面的敌人基本上已经跑掉了 看一下我这边已经开始剑鱼洗刷 因为这个天才加持的原因我现在弹药量还非常高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不能冲到我面前来的 就这样很舒服的仪夷待老 这样杀一杀就好了 然后我喜欢演艺模式就是这一点 然后我可以用自己的武将再烧去武双一下下 你说吧你就直勾勾地对着我的毛病冲过来就是 你何苦的 然后就冲过来就直接死了呀 因为这一战其实敌人还是蛮简单的 主要是因为敌人的大众脸没有什么能力 然后兵种也很差 开个水圣 反正也没事干 啊 胜利了我这边要再轻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让他不至于剩下一对残兵我还要去追击那样 而且这个也不是残兵 这个应该是那个 那个玉矿里面过来的援军 所以我这边把他们都杀了 我会占玉矿就更容易了 就完全就 就能杀就杀呗 这个枪林大雨 太愉快了 我感觉这个游戏有的时候会激发出我的恶魔的一面 内心里的恶魔被激发了出来 再清一下 清一下 这有点那个 完本状态是用吕布清兵的感觉 到最后你就是开着高速 然后就这样去追一追 小雪人 两个小雪人 这个写包照我真的有点过了 我根本就没有开最大 我连一半都没有开到 这个人都已经变成像被人破了油漆一样 好了 这个应该是寒长大圣吧 居然是略处上风 他杀了我一点人 为什么是略处上风呢 不过略处上风我就很满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我战胜低就好了 这边只死了三百个人很好很好 换了他两千三百八十一个人 哎呀太好了掉东西了 然后因为在外面嘛 博人 这个派系首领甜品被我砍死了 应该是老婆 哎呀 战利匹 这个应该也就是那种随机的这样一个事件 让我们选正宜倾向 然后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加成 这个加财富 加实力 其实应该是加实力 他这个外交关系会跟司马迪减二十 还是加实力吧 这个减二十就减二十吧 反正现在跟他关系好 升级了 优先去身肯定是要优先的 我本来就跑得快 所以也不用优先点支援了 给你换上 没有做骑真的很烦 想赶快跑去朔方吧 迅速常给拿到 先打玉矿是现在大阵呢 其实我应该按照原计划去打玉矿 夜战呗 能按就按 好了 这个击败二级军队的任务完成了 我现在有个狂热buff了 这下确定是到第二格了 不取维持费下来了 补元增加一点点 哎呀 这下终于可以把我的 火系天才的兵给招起了 三千栋好贵 来对刀盾起扛一下远程 快点 我还是给他换一个投尸机吧 这样的话我去打工程的时候就自动就可以 不用围城 挺好的 那得什么东西 这就是刚才那个 新人 司马兴 先把东西卖了先 这个是不过一切的每回合都会来找禁帝国聊聊天 这个他们实在是太大方了 这个钱给的是真多 一个银装备 确认能卖两千五 如此良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 上岗这边来了谁啊 这个应该是禁帝国的部队 跑到我上岗这里了 不过这个应该是友军了 没有关系 然后哎呀 乳南王跑上来了 他跑到南洋去干嘛 这个我可能到时候得起一个二队在这边去顶一下他了 如果他跑上来的话 因为我实在是不想下去 我就待在上面这一块 看一下 哎呀 他身上有个位置了吧 那招待花一千块 用一千块买个这个值吗 好像没有什么很好的特性 算了 预矿 我现在五千多 生个预矿吧 因为这个矿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后期来钱比较快的一个 资源 看近期设计五方的负面事件还好啊 这样我跟他还是正的 虽然有刚才那个福尔市的建议 哎呀 下回合长安是不是会被禁帝国占呢 这样其实我刚才应该先去打长安的 这样就挺尴尬的 算了来吧 哎呀 哎呀他居然没有站 他没有站 他走了太好了 那这样长 哎 这是什么 派系发展 长度均匀 纪律延命 这是什么东西啊 派系发展 啊 这个是提醒五的研究完成了 哎 这太好了 这个 接下来剩什么呢 这边解锁的部队 这个截略神圣收入挺好的 解锁的部队不是很诱人 这边先建筑成本还挺好的 减建筑成本和建筑回合数 而且因为是解锁工业建筑嘛 这个应该还是得需要研发一下 那我就选这个吧 这下长安是我的 跑得快就是这样好 一回回就能跑过去 因为他的主力军队刚才就已经被我灭掉了 哎 要求投降 果然不投 这边我就直接自动战斗 好啦 这样前期的这个第一个小目标 我就完成了 把长安站下来 这样我就可以 他应该灭了吧 灭了灭了 这样我就可以以长安作为据点 开始缓慢的朝西北 进行我的北上大计了 非常好 嗯 不过这个 处在这个 哎 南洋是我的附庸吗 处在这个 我的附庸的这个 地方的这个 汝南王真是很烦啊 我 但是我下来的话太远了 其实我照理说应该是去打这个北方安定司马太 虽然不知道司马太是谁 就司马太的地方 好 好 这样没什么事就修点建筑吧 反正我的那个 都键的特性还在 还是照常外交一下 这个态度还是很好的 而且会一直涨 形象为加150亿 如此圣善 卖东西卖东西 没有东西买 谁没有粮食 他没有 很高兴见到足下 三点 有点钱算点 不用谢 我现在陷入一个纠结的境地 你看我跟这个司马太现在关系已经不好了 其实 如果不是司马良跑上来的话 我就应该直接上去打他 但是我上去安定要很多回合啊 那个沙漠不好走 让我下来要更多回合 他这边是个满边 这边 也没有什么适合齐二对打仗的人 得焦点人了 哎呀 这个老秉杰是司马良的老婆 他叛离派戏了 他现在在我的武将池里啊 这个女的 他不会是司马良派来的戏作吧 这个司马良派戏不就是专精戏作吗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戏作 下回合 下回合 禁帝国像许言宣战 许言是谁啊 武凸王 司马慧像草原宣战 他跟许言宣战 我好像那边就变成了红色 哎 这里又有一个随机事件了 哎 这个补元加15%挺好的 这住房部队加20% 检视器 还是补元吧 哎呀 哎呀 哎呀我好像有人升级了 太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燃火投尸了 我下来要用六回合 这是不开秦军的行为下 开了可能三到四回合 嗯 我真的很想继续北上 是北上其实也要跑很久 这边毕竟 而且禁帝国已经上去了 又有人升级了 还有人升级 哦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怎么被俩专门做才师的人 先学个举小脸吧 啊不是举小脸 反腐 嗯 嗯 如果要上级我是不会修的 看都不想看 四马银跟我态度还是很好的 嗯 四马银跟我态度还是很好的 我是招人下去呢 还是自己下去呢 啊 这也没什么好的人呢 这招人要花钱 骑兵也要花钱 四马银 四马银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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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回来一点 回来一点 嗯 这还是得注意 一定不要站到那个 国境线的外面去 啊 近帝国向司马尚宣战了 这不错啊 哇 他又起了一对比 他现在这边两队了 欢迎朋友 他这个是 哎 这个司马模好像是我的附庸 对的 他是我的附庸 但是我感觉他现在要被 司马银给欺负死了呀 无论如何 现在他就协同作战吧 虽然他 感觉他肯定打破 这边可是两队人 先升了吧 升了 一直防我 先也没有钱去看这些 武将池 人才市场里的人了 我觉得我不能再纠结了 这样下去的话 我往北方推进也不安心 算了 我临时做一个决定 我先下去把 司马亮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开极限军极限军 反正我现在也不需要补院 这个补院速度非常快 真的是很舒服 好啦 继续做工 虽然助工这个 助工这个柴石后期是非常好的 但我现在几乎没有工业收入啊 所以没有意义 我还是继续去督建吧 因为游戏前期要修东西 我这边助农 也没意义啊 这个是加粮食生产的 它不加农业产值啊 所以我就还是去 督建吧 去长安督 又得了东西了 卖钱卖钱 欢迎请进 你说这个就是收破烂的 哎呀 这个烂东西也能卖2000多 这个价格好像越给我给的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其实就是你每一个党都能找到这样一个收你破烂的好朋友 好朋友 司马亮你还跟这个什么草阳祖联居 你已经要死了 你知道吗 我继续往下赶路 我继续往下赶路 没什么事干了这回合就 最后看一眼外交 其实 这跟弟弟联军这件事情啊 算了暂时不要 下回合 哎呀 他你又找上来了 还要300块 还给我300块 但是我现在跟你组联军 其实没有 对我的战略发展来讲没有任何意思 拒绝 暂时拒绝 完了 南洋 南洋狂备战了 又来这个特殊事件 这个也是加正义倾向的 农室至上 铁碗至里 这一个加农位产值 一个减农位产值呗 但是这个事关我这个做工的这个人的忠诚度 而且加我的正义倾向 正义倾向的可能思想比美德好啊 因为这个思想是加大药量啊 经验值啊 研究速率的 好了 我下来帮你了 我的这个小富庸 没有钱 没有钱现在是连这些人才 人才市场里的人的特性都谈不到 下回合吧 下回合我就要下去打这个南洋玉矿 这样应该我研究解锁了 第三个选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派系等级还不够吗 还是只能选这上面一排的 那就选一个战斗方面的吧 这个其实挺好的 虽然加的冰种一般 但是它可以加我那个战斗之后的收入 我们一起去帮你把玉矿抢回来吧 这个需要两回合 那我最好就是第一回合先站在一个离南洋比较近的地方 这样呢 南洋的人能够支援我 免得他下回合跑出来打我 开极星军会到哪儿 其实我可以再往前走一点 但是因为这样南洋没有办法支援我嘛 所以我最好还是站在这个地方就好了 你不要动 就一一代了 这是我玩任何游戏都喜欢干的事情 你来打我吧 继续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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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得多少 我现在2.0的东西都卖1000多了 果然伤害打我了 哎呀 略处上风 那我就自动了呀 对啊 为什么不自动呢 这样他的主力部队不就是被我消灭了吗 我死的有点多啊 不过我补员补的快了 没关系 主要是这个确实省了不少事 你这个要手操估计又得打上20多分钟 大规模战斗很烦的 这样我们就摆脱这些雷坠了 这要点补员吧 这个7%还是挺多的 这个司马亮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然后皇后让我去抢的汝南铁矿 我这个时候一路下去不就抢到了吗 我和这个新的天才的关系加深了 我不认识的字 而且他也升级了赶快的 对啊这样直接就可以干死他了呀 韩唱大声 这样看来我下来是对的 因为下来第一是把这个皇后交付我的任务先完成嘛 鲁掠并占领可以给我加点狂热池 我之后应该是不会要这些地方的 因为我是想要北上的 这边南阳我帮他夺回来之后 我是要还给他的 然后之后汝南铁矿我也是会送给我的这个小附庸的 可能大政我是不想管了 因为这个任务只叫我去占汝南铁矿嘛 对我杀了好多人 这玩这个八王之乱真的是没有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所以就纯粹就看特性看能力就好了 这倒也玩起来比较轻松比较纯粹啊 往好处想 就这个特性图标跟天才的特性图标是一样的 真的很烦人 其实我缺水匠 我想找一个 他的这个特性还不错 但我得看看他的技能是从哪边走的 这个吉郎是从右边走的 所以这个不能打仗啊 那个没用啊 大姐 果然被我揍到要跟我和平了 这个司马 这个是谁啊 你是谁啊 哎呀他的司马量是交赚状态 那不骗点钱白不骗 继续要个军通 又可以要点钱太好了 就没事到处伸手要钱 这个钱就是这样一点点存出来的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有话快说 加42.3了 哎呀 这个提议与司马量合作 哦 这个是司马量派系的这个特殊选项 就我如果选了这个 我会成为他的附庸 这个真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的交易领土 看看能不能直接把如蓝铁荤给买过啊 哎呀 这样我就直接完成了这个任务了吗 我根本就不用打了 这个太棒了 我还可以再要个他的东西 看看 哎呀不行 我要的这个东西太好了 我要个差点的东西 不想给他钱 不想给他钱 0.5 好烦啊 我给你50块好吗 给你200块 给你250 你去吧 这个态度结果无所谓了 我方接受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任务了 非常好 这下我彻底不想再管中间 得到皇后青睐了 这个镇定倾向也增加了 这下我特地不想再管中原的事情了 哎呀 我终于中王了 赶快的把这个 宫里的位置给填上 因为这是有全局加成的 然后太守 那问题我这个是用来做差事的人 他也没法当太守 他这个做差事的这个技能术的走向也 跟太守他一样 我找个金匠正在当太守吧 因为金匠当太守是非常适合的 除了农业军 很好 他这个已经解锁了商业的太守加成了 好 就是零了 这些名字一个比一个 一个比一个随机 谬居 这样的话我今天这个游戏 我目前的小目标基本上就完成了 先开个会 因为我现在有 我现在有大臣给开会了 他让我与司马亮开战 真是够了 我不想 我不想再跟中间的任何人开战了 我要去北方 让我去北方好吗 不过这个任务不完成也无所谓 又可以多一个贸易协定 看看这个人 哎呀 这个人跟我的弟弟还是贸易伙伴的 非常好 那就是你了 突然还能要到钱 就人家那里有个赚钱的机会 然后你过去跟他谈 他还倒给你钱 真是太好了 这个连军呢 我之后是有一天肯定会跟他连的 不过目前从战略上来说 我没有必要跟他连 好了 这个今天的任务 确实就完成了差不多了 存个档 下次呢 我就接着这个档接着完 这样子完了12个回合 完了12个回合呢 我自己目前还是很满意的 这个293年秋收 那我明天就接着这个293年秋收入继续玩 那么今天的这个游戏游玩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那么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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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